三个花已经织好了 鞋背的三个花 一二三 我们现在开始来织侧面丢针 这边说一下啊 我们最后在这边的时候 就是这边丢针是深紫色 那我们这边在织的时候也要织深紫色 如果这边是深红色 那这边就要画深红色的啊 两边要对称 好 我们现在用深紫色的来 把这个深红色的线压过去 这样压一下啊 先织四针过来 这边是头尾 这边是头尾丢四针 所以我们这边一开始织的时候 要先织四针 一二三四 好 四针织过来之后 这个后面的针不要管它啊 我们再到反面来 现在是要减针了 一样的啊 到反面来的这个第一针 不要织挑下来 然后织一针过来 并针是收针是怎么收呢 这两针一起 就每次都是到反面来之到最后剩下两针的时候 把它并掉 两针并一针 这就是收针啊 每次到反面来都要收 好收掉了一针 我们现在换深红色的线 一二三 好 刚刚是四针 然后收掉了一针 只剩下三针了 现在要朝前织两针了啊 换线织过来的时候 每次都要朝前织两针 一针 两针 因为我们在这边织的时候 是每次丢两针中间 两针两针的丢头尾四针 所以现在这边是一开始织四针 回来收掉一针 然后换线 织完这个三针 然后朝前织两针 然后再换过来的时候 换线还要 也要朝前织两针 好 到反面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织过去 最后剩下这两针 一样的方法并掉 这就是收针啊 侧面收针 再换线 到正面来再换线 一 二 好 这边的这个针数织完 再朝前织两针 一针 两针 织完了之后 后面的这个针数就 后面的这个针数就不要管 放到反面来织 挑下来不织 最后两针一样的 并掉 再换线 这个地方不要拉特别紧啊 不要拉特别紧 稍微戴一下就好了 你拉特别紧的话 到时候上鞋 拉不开就 没什么弹性 就撑不到鞋底啊 好 直到这边 再朝前织两针 大家 在这个特别是同一个颜色的时候 可能会不太 就是 搞不清楚 到底是哪边朝前织两针 这个地方你用手一摸就会有个梗子 因为你往回织的时候 第一针没有织 挑下来 这边就会有个梗子 能摸得到啊 好 朝前织两针 再反回来 挑下来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最后两针并掉 再换线 好 直到这边 再朝前 织两针 一直要织到最后剩下四针的时候啊 两针两针 朝前织 织到最后剩下四针 如果你是织的大马 五针丢的话 那就是 一开始织五针 织到最边也是剩下五针 就这样啊 第一针挑下来 好 最后剩下两针并掉 都是同样的啊 再换线 右朝前织两针 再到反面来织 低针挑下 这边两针并掉 就这样收啊 大家就按照我这个方法 把这个侧面收完 你看这边收出来 就有一点弧度了 一直收到最后剩下四针 然后就把针上所有的针穿起来 一起收针 然后再换下来 再换下来 再换下来 再换下来